Hi, morning 2020年是不是过得特别的魔幻 我觉得是的 最近在澳洲跟全世界一样了 到处都一样 所有的超市的那个toilet paper 就是卷纸啊,厕纸啊,纸巾啊 消毒用的洗手液啊 那些所有东西都空了 对厂家来说当然是个喜讯对吧 一下子销量暴增 从来就没见过 厕所的纸能够销量如此的大 如此的供不应求 疫情来了 为什么要囤纸呢 囤吃的我还能理解 因为外面的那个外卖服务不是那么 就是说像国内发达 特别咱们中国 但是你在澳洲你要等一个delivery 真是等着你都饿几回了 自己都做好了 他都还没到 好吧,囤就囤吧 我只能说这些人真的没见过世面是吧 或者说在未来来的时候太不够淡定了 这些不过是个谣言 我认为 真正的病情来了 受感染的人如果说是百分之三十四十的话 那这种散布在网上面传播极快的病毒 这种言论上面的新闻上面的病毒 我估计百分之八十的人会中毒 会得病 魔幻了一年 但是也有刷抖音的时候也能刷到很开心的东西 你们最近有听说过塞班吗 塞班 全是从来的 后来大家一开始都以为他狗丢了 结果是他男朋友 因为有个视频他也说 我上了热搜了 你也上了热搜了 然后在跟赛班在视频 是个男的 这个真的是入脑的一个笑话 他可能是个ladyboy吧 就是人妖 那个应该是他的男朋友 反正挺可笑的 大家苦中遮乐吧 经济不好 所有的人气氛都很 就所有的国家我现在发现 气氛都很紧张 在这个时候只能够自己鼓励自己 然后以最强的意志力和一种信念 熬过去 2020年一定能够熬过去的 大家一定要加油 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而且是照顾好自己的心理 然后顺利的酿枪的 或者说拖着很沉重的地方 等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泄露 中文字幕 segui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